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过年前,这些生肖就四个字,赚到发字。 从现在到过年之前,很多人都想冲刺一把,让自己的业绩再进步一分,家庭生活也变得更好一点。 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,机会都是无处不在的,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努力地发现,就一定能够抓住更多的机遇,让自己成功地更稳。 今天说到以下几个生肖就是这样,他们从现在到过年之前,赚钱更快,生活更好,而且各方面的机遇无穷无尽,让自己明年过一个肥年也不在话下。 生肖蛇,属蛇的人理性而且拥有智慧,他们在生活之中行动力十足,想到的事情能第一,时间落实更不会白白浪费机会,再加上他们的个性非常的靠谱,在很多情况下能得到领导的重用。 今年年底就到了他们升职加薪的时候了,苦熬了一年,不会在原地踏步,可以尽快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,可以提高职位生财有道,更可以让生活变得稳定起来。 他们的日子越过越轻松,一切没有后顾之忧,生肖虎,属虎的人从来都不会计较太多个人的事,他们把眼光放得比较长远,而且为了自己的生意大局,他们可以牺牲很多个人时间,因此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,从来都心无旁骛,非常的专注能让自己实现成功。 从现在到过年之前,他们的财运变好,事业发展也越来越快,胆量十足的他们能够登上人生巅峰,实现不小的进步,他们的眼界能变得更宽阔,而且赚钱也得心应手,所以生活更加兴隆,赚钱也格外地顺利,人生迈入了新的阶段,生肖羊,属羊的人非常的可靠,那是因为, 他们平日里的积累人脉关系,让自己不管遇到多少困难,都有人能够帮助解决,而他们自身对于财运的把握,也是很到位的。 一旦机遇变好他们,就会好好地进行思考,而且把握住当下,所以他们不容易破财,也不容易有损失,今年以来他们的运气就越来越好。 尤其是在年底一直到过年之前,风生水起,兴旺十足,自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累积财富,并且登上职场巅峰,一切值得期待。 生活也越来越好,生肖羊,生肖羊的人很好强,也很自立,他们做任何事情,都愿意用自己的独立思考,独特的角度去好好地判断,并且对自己生活中的细节也有所把握。 久而久之,他们的进步就会越来越大,做每一件事情,也都有很好的发展方向,他们的胆量很大,而且在今年年底状态更好。 一直到过年之前,财运都没有走过下坡路,而且自身也拥有许多贵人帮忙,人脉资源特别好,能很快地发家致富,来日不愁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友,虎,X.X,扬进入一月份,运势游衰转胜,工资一路高涨,生肖虎,生肖是虎的朋友,在进入一月份的日子里,他们的状况游衰转胜,不仅喜事连连而且好运,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到来,工作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, 以往付出的努力,也能得到认可和肯定,因此各个方面都能收获不一样的惊喜,贵人运的加持,让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,行大运的他们,有机会得到晋升的机会,工资也跟住一路高涨,生活美好而如意让人羡慕。 生肖猪,生肖是猪的朋友,是一个做事情很有条理的朋友,他们的这个为人处事的优点,导致他们在事业上会受到贵人的赏识,进入一月份事业上有了贵人帮助,那么无论是什么机遇,都是手到擒来,贵人还会帮助他们,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难题, 这些难题一旦被别人帮助解决,那么肖猪人他们的生活将会过得更加美好。 生肖马,生肖马的人在一月里,财富上面会有爆发的机会,发横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哦,当然生肖马,也不会把心思放在发横财上面,毕竟他们有自己的赚钱管道与方式, 一月里财富会增多,同时名声也会很响,地位会越来越高,他们一定能感觉得到。 生肖羊,鼠羊的朋友们今年整体运势,是比起来比较稳定的,尤其是在一月份,他们会得到两大吉星的鼎力相助, 让他们的运气以及财运大吉大利,在工作上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,能够让他得到一笔丰厚的回报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鼠,猴,马这周定会中投奖,好运自然来,生孝鼠,鼠鼠的人天然生成就很爱财, 作业作业上也总是特别的尽力,这周鼠鼠的人会遇到财气极星的呈现,对本身的事业开展和金钱收入,有显著的协助和进步。 在这段时刻,鼠鼠的人财气更是不断高涨,收入继续添加,在事业上鼠鼠的人会由于结出的运势和自己的眼光,发现更多挣钱的时机, 个人的尽力也会让鼠鼠的人得到更高的报答,完成自己短期的一些小目标。 生孝鼠,这周鼠鼠的人会由于自己的尽力和事业上的进步,财气得到进步,收入取得增加。 在这段时刻,鼠鼠的人需求搞好自己和身边人的联系,才会给自己的事业的开展,带来更大的进步, 让自己的事业取得更好的提高。 同时,生孝鼠的人正在疲于事业的他们,会受到财神的眷顾,今后富贵有天意, 家底越来越厚,生孝马,鼠马的朋友在这周财运一直都波动不大, 虽然一直在进账,但是没有什么大笔收入, 横财连发,大小财渣堆来,一路大发发发,必大富特富, 这使他们各方面的运势都会开始上涨, 特别是财运简直一飞冲天,达到今年的巅峰,身边充满了发财的机会, 想不负都难,生孝马的人向来是志向远大的, 他们认准一个目标,就会仅自己所能,克服各种困难, 想方设法去实现,生孝马的人真的可以说是有勇有谋, 能力又强的人,他们在赚钱方面, 从不松懈,始终在努力,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, 生孝马的人可以说尽心尽力,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友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请不吝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